2024大选倒数候选人把握时间冲刺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在台中市西屯区成立了竞选总部 应有赖清德宣传独照 挺台湾三个大字 以及深浅绿色的视觉色调 更推出了询问度超高的棒球外套 透过棒球象征党团团结一心 左拍拍右拍拍双手比出大大的赞 台中市第一选区到第八选区八位立委参选人 跳着啦啦队舞蹈战力十足 一定要支持要团结台湾 要守护台湾的民进党 快乐大家在年底让戴清德来当选我们的总统 让台中的巴西立委全部都全民党 一同来守护台湾 包办公务的海善等等 都需要有一个优秀的国会团队 立委团队在中央为地方来发声 当然也要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国家领导的 一个总统来代表 强棒出席 抵台湾 强棒出席 抵台湾 年轻世代将球棒交到八位立委参选人的手上 做事挥棒 象征棒棒全雷打 2024年大选倒数 各候选人把握时间冲刺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 在台中市西屯区青海路二段 成立第一处的竞选总部 应有赖清德宣传独照 斗大的挺台湾三个大字 搭配深浅绿色的视觉色调 相当显眼 大家可以看到台中的竞选总 展现年轻活力 充满希望的棒球风 那因为赖副总统 大家都知道 他是非常台湾非常有名的棒球迷 他是中华职棒统一队的资助 最大咖的棒球迷 所以他从小喜欢棒球支持棒球支持体育 所以用棒球风代表赖副总统的年轻活力 能够带给台湾新的希望 我们在全国算是名列前茅的成立竞选总部 那将在11月12号 再办一个我们的竞选总部的成立大会 那将在我们的雾日日出停车场来办理 我希望说我们市民同胞都能够出来帮我们加油 这一战非常的重要 竞选小物更推出询问度超高的棒球外套 除了展现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对棒球的热爱 更象征党团团结一心 强棒出席 敌台湾